分辨主的真理 明白神的旨意 顺服圣灵带领 献上身体做活计 这是一个为追求真道的人而设的节目 活计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又是活计的节目时间了 欢迎你收听我们一起来探讨圣经的真理 这个礼拜我们将继续讨论上几个礼拜 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题目 就是如何得胜邪恶 如何得胜邪恶 有几个要点 我是希望你能够把它紧紧的记住的 那首先就是认识邪恶到底是什么 邪恶并不是一些恶事的本身 乃是恶事背后的恶魔 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强调的 这恶魔就是圣经所称的撒旦 或者说魔鬼 他是一个堕落了天使长 他被神赶出以后 就自己建立了一个邪恶的国度 专门与神为敌 又与神的子民为敌 并且和神的旨意相为敌 这样的一个国度 正是与属神的信徒相对抗的 另外一个要点 我们要紧紧记住的 那就是新月圣经启示录的第十二章 十到十一节所说的 我们有一些属灵的武器 可以对抗撒旦的 而且得胜有余的 经文说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说到 当我们个人见证神的话 所讲到有关耶稣的血 是怎么样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胜过撒旦了 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当我们个人去见证神的话 所讲到关于耶稣的血 怎么样成就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已经能够胜过撒旦了 上次节目时间 我们集中思想到 神的话语当中所启示的 耶稣的血 为我们成就的两件事 第一就是救赎 第二是赦免 我们所根据的经文是 以夫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我们借着爱子耶稣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你看呢 当我们在基督里 借着他的血 就可以接受他的救赎 得蒙赦免了 另外我们看过诗篇的 107篇第二节 那是讲到 一切被救赎的人 都有责任去宣讲 圣经说 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 就是他从敌人手中 所救赎的 那么换句话说 除非我们用口去宣讲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救赎啊 我们得救赎 是从敌人撒旦的手中被救赎出来的 要使这个救赎在我们身上产生效用 有两个见证 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第一个就是 借着耶稣的血 我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 第二就是 借着耶稣的血 我被从撒旦的手中 救赎出来了 那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是 耶稣的血 所为我们成就的另外一个大事 那就是洗净我们的罪 这些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约翰一书 第一章第七节的 经文这么说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那我们首先注意经文最后的一句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那不过 这次经文又告诉我们 得洗净是 是附加有条件的 经文的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弱字 就是如弱的弱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条件 然后才可以得到耶稣保险的洗净了 我们必须在光明当中行 那这是第一个 其次经文就说到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就彼此相交 在光明中行的 头一个结果就是彼此相交 其次就是耶稣保险的洗净 那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就是行 相交和洗净的三个动词 都是现在进行事实态的 那他们不是一次过发生了的事情 而是在不断连续继续进行 我们必须不断的在光明中行 当我们不断的在光明当中行的时候 我们彼此就不断的有相交 而耶稣的保险也就不断的洗净我们了 因此我们要留意 经文所列出的条件和它的结果 否则的话 我们很容易陷入自欺的危险当中啊 我们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 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得到洁净啊 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条件了 或者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如果我们在黑暗中行 耶稣的血就不会洗净我们 除非我们在光明中行 那至于我们是不是在光明中行 一个很好的试验 那就是我们和别的信徒 是不是彼此有相交呢 如果我们对和主内的信徒相交 还不感兴趣 我们就不是行在光明中了 如果我们不是行在光明中 耶稣的血就不会洗净我们的罪了 然而我们立刻会产生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光明中行呢 我可以提供给你两个基本 而且是很重要的要求 头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遵从神的话语 在诗篇的119篇 105节 诗人对神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你看呢 神在我们所走的道路上 为我们预备了亮光 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而行的时候 我们的脚前就有了光 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光 我们的行走在光明的道路上 但是如果我们不遵从神的话语 我们就不能行走在光明之中了 所以 头一个要求就是要 遵从神的话语 第二个要求就是要和信徒有相交了 我们必须跟别的信徒有交往 保罗在以夫所书的第四章15节那说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那 在光明中行 和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 是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必须要诚实 没有保留 没有疑心 没有极度 乐意的说诚实话 实行真理 彼此相交 然而 在一切之上 我们必须具有爱心 所以 在光明中行 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 遵从神的话语 和以爱心诚实 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满足了这些要求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一个完全的确据 耶稣的血 也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这是继续不断的洗净的 那今天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污染的世界当中 我们很关心周围的环境的污染呢 但其实 空中的污染 不只是物质的这个世界 我们周围属灵的境界 也一样受到污染了 是受罪 败坏和无神的思想所污染了 如果我们要从属灵的污染当中出来 就必须要不断的 经常的需要耶稣的宝血的接近了 那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第七节的经文当中去 看看这些经文的实用性了 圣经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说到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耶稣的血 是不断的 继续的 时常的洁净我们 让我们从一个不洁的世界当中 得到了洁净 而要得到耶稣保险的 洁净所需的条件 就是要我们不断的 在光明中行走 而且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有彼此的相交 那要确实的知道 我们自己 是不是满足了这些要求呢 我们个人 就必须要做适当的见证 或者说我们亲口的承认了 那我请你留意 留意注意听这个问题 这个宣告就是 当我在光明中行的时候 耶稣的血 现在和继续不断的 洗尽我一切的罪 我把这个问题再说一遍 希望你留心的听了 首先 我们要说出来 我们已经达到了圣经的要求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耶稣的血 现在就洗尽我们 而且是不断的在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那记得 一切的罪 一切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 最后 我要给你机会 去做这样的一个见证 去承认这个事实 我会大声地讲出来 你也可以跟着我 一句一句地讲的 当我在光明中行的时候 耶稣的血 现在和继续 不断地洗尽我一切的罪 那我再说一遍 当我在光明中行的时候 耶稣的血 现在和继续不断地 洗尽我一切的罪 如果你相信这个事实 你就要开始感谢神了 而当你感谢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你已经得到神的光照 你有了神给你的新生命 你要不断地用神的话语 来光照自己 不断地在基督里 行走神 要你行走的光明的道路 要不断地与弟兄姐妹相交 这样你就能够得到 不断的洗净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我为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小册子名叫祷告 欢迎来新索取 记住写清楚本电台通信地址 你写给夜光明收就可以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